我們來到珠海的第二天 今天會有很多來珠海必須去的打卡景點 來吃 外賣 來了這個全家福煎餅 聞到極香 哇 超大片 有這個煎蛋 午餐肉 肉鬆酸豆角 還有青菜脆脆 還有豉油好吃 20元 吃起來很豐富 份量到充足 很適合大家 我的外賣來了 這個是 超級多紫薯 紫薯泥漿包液830元 還有紫薯泥 哇 太多紫薯泥 不是可以吃到紫薯泥嗎 我都挺有趣的 這就是這樣 還好 出發 來到這個城市養台 今天有點大霧 不是很會用相機有些爆光 景山公園 景山索島 那些攤房都還沒開始 好有趣 有 有 快點 快點 極了 熱到臘皮膚 很煩惱 不知道玩不玩好 纜車外面的售票處 可以看清楚價錢 可以選擇上山纜車 下山就滑倒了 搭纜車 公仔在裡面 耶 我們出發了 搭纜車 哇 都很邪 出發上去 想拍照就要把握時間 很快就到 很快 我想三分鐘一條直路就到床 上來有些攤檔仔 多人在拍照 九日月輩 很多人排隊拍這個纜車 這個位置可以飽覽珠海一帶景色 都很值得上來看看 好舒服 有間咖啡店在這裡 價錢就少少貴 這個就是魚女故事壁劃 原來珠海魚女混淫著一個浪漫的愛情故事 旁邊就有山路 如果不纜車或者滑倒就可以在這裡走 有熱就補債 有些遊戲玩一下 遊戲 其實公仔在上面 這是觀景台 上了觀景台 很曬都沒看到清楚 對面是愛情鎖 走到這裡 右邊就是滑倒入口 現在好人 有點害怕 三月姐玩這麼搞笑的 哇 驚醒 是這樣的 然後遇到前面有團人 哇 好害怕 哇 我進去玩之前其實有點緊張 哇 準備開始了 很緊張 緊張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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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找回自己的照片 夠不夠 好 我拍得很好玩 他有刺激感 少少 升起 但不會太害怕 全程壓緊那個位置 都適合我這些膽小鬼 但是很好玩 非常之推薦 大家來一定要玩 如果他長一點就更好 不過 就說 是好啦 都很好玩 真的 極爽 而且不會太曬 因為他下車也有些樹蔭 所以 推薦 來到一間餐廳 右邊就是湖邊 可以有些休憩的地方 環境都挺漂亮 是新興建的地方 來到這個休和會的商場 也有很多食物 不過左邊這間還沒開 買飲料 這間好像只有珠海才有 不過我就沒有試 下次等你們來試一下 裡面還有很多其他店 這個商場很新 這間店都還沒開 這間霸王茶機 真的昨天才開幕 突然覺得這個光影響挺好看的 這個新開張買一送一 還要20元兩杯 一杯是奶茶 一杯是泡 這個原來 你以為是這麼大杯 其實只能去到這裡 下面就沒有了 但它有寫 C杯又來 看看是什麼 最後我看來看去 還是看不明白這個到底是什麼 下一拍門面 出紅書或者大眾點評就可以玩 贏了 一杯免費的 英國看到有個海賓公園 其實沒那麼浪費就可以 開單車 不過真的太浪費了 可能晚一點才有機會開單車 到了另一個商場 好像一個遊艇一樣 這個是城市客廳 來到愛情遊客了 我們來到愛情遊客了 全部都是粉紅色的 很漂亮 現在進去看看 是 好可愛 HELLO GITTY SAMBIO G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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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好可愛 這是一個袋 好深 199 再這個 哇 你的髮型很漂亮 挺漂亮 店裡也有紀念品和小量打卡位 可以給大家拍照 有一個咖啡可以買食物 一定不會餓 走出去外面就是海邊 珠海作為一個浪漫的城市 這個愛情遊客的燈塔就很漂亮 愛燈塔 這裡也很適合大家來散步 一個很舒服的很浪漫的地方 可以打卡 不過防曬和多喝點水 真是焦 極了極了 哇 要借用 來到了 珠海魚鋁 是一尊石刻的魚鋁雕像 阿納在海中央帶著珍珠 身飛魚網 雙手高具著一粒 催省明亮的珍珠 相傳她是南海龍王第七個女兒 宜小玉龍 因為好奇而留在人間被香奴灣美麗的風景吸引 不想回去冰冷的海底 所以化身魚鋁融入人間 偶然遇到漁民青年海盆 在超值相對之下虎身情素 她們的愛情堅定 中禎成為珠海的象徵 現在就是我步行過去沙灘那邊 中間都會找到一些珠海的特產 也可以試一下 或者太熱來燙一下冷氣 這個沙灘這麼紫下海 在這裡休息 很涼 不過現在超熱 哇來到沙灘了 超級曬 對面是魚鋁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人大了去旅行 不想太匆忙 喜歡有空休息 有空休息的時間 對面就是海濱公園 我看到很多人露營 很舒服 旁邊就是剛剛我們一開始的商桌 現在日落開始舒服很多了 剛剛真的曬到那邊了 這邊就是香爐玩沙灘 多了很多人氣 免費租 然後上了天橋在上面看出去 在沙灘那邊過天橋 就可以去商場 很方便 可以找東西吃 室內的冷氣很舒服 這個碗也挺大 不知道味道如何 決定要整裝再出發 快點快休息一下 在我們酒店房間已經看到日月貝了 都很清楚 前面是野尼島公園 然後就看到日月貝了 有些燈光很漂亮 我們現在找一下 看看有什麼位置可以拍得更漂亮 這個燈光一流 這樣就清很多 一堆單車海 很誇張 走過來這邊 有一個商場 再近一點去拍 很多人在拍照 日月貝是中國唯一海上劇院 看多漂亮 肉眼看就好像一個杯殼 一個劇院來的 是日月貝劇院 下面還有一個超市 這個美麗的貝殼 在野尼島上 就被人稱為日月貝了 現在變了黃色 入了商場又很大 雖然有些還未開幕 但也有很多東西 又變了顏色 變得好像一定翼一樣 月亮超紅 現在走回去廣場 約明廣場 到逛街街 燈光 從這個度假風 現在回到市區 不過也是超級多車 很誇張 中伏 至少時光倒退20年了 上到來有點不同 上了三樓 就好像正常一點 在一個商場 穿過這裡 就去到另一個商場 有極多層 這裡很大 很大 衝突 衣 衝突